随着经济重启餐馆也可以恢复让顾客在店内用餐 不过时刻必须留下自己的名字和联络号码 首相慕尤丁宣布5月4号开始 民众可以在餐馆内用餐 不过业者必须遵守一系列的规定 例如每张桌子必须距离至少两米 每张桌子也必须按大小限制人数 政府改推有条件的行动管制 国内所有餐馆或准恢复正常营运 意味着下个星期开始 民众又可以回到餐馆或是咖啡厅坐下来用餐 首相慕尤丁说 业者这两天就可以先清洗餐具购买食材 准备星期一开门迎客 但恢复营业后必须遵守一系列条规 首先必须重新排列店内用餐桌椅 确保桌子之间保持至少两米的距离 至于一张桌子能同时坐多少人 慕尤丁说这得看桌子的大小而定 如果平时能坐四个人的桌子 如今就只能坐一到两人 但如果平时能坐八人的桌子 如今就能坐三到四人 业者必须在桌子张贴告示提醒民众 此外政府也颁布新规定 业者必须记录下所有用餐民众的名字和电话 方便日后用来追踪 除此之外当局也规定 参管业者必须在收银柜台前的地板上 划线标注射胶距离 同时提供洗手液或肥皂等让顾客洗手 此外所有员工也必须测量体温 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佩戴口罩 根据国安会规定 所有餐馆的营业时间 限定在上午七点到晚上十点之间 业者可以在前后个两个小时 进行开工和收工准备 NTV7综合报道